这个孕妇难产快要死了 因为在孩子的身边 突然出现了许多不明气体 随时都会把肚子胀破 正当医生们束手无策时 只听羞的一声 孩子竟然自己飞了出来 原来那些气体是孩子放的屁 在肚子里味道太大 所以干脆自己出来了 可随着年龄增长 男孩越来越经常放屁 屁也越来越臭 有时候一用力 甚至能把人给弹飞300多米 为了家人的生命健康 老爸给他的身上绑了个带子 把屁收集起来 满了再拿到野外排放 可百密中有一书 这天发生了意外 随着一声爆炸 男孩失去了父亲 镜头一转 到了上学的年纪 可刚一见面 男孩就控制不住放了个臭屁 孩子们纷纷起身指责他 只有小眼镜没嫌弃男孩 因为他天生鼻子是聪 啥也闻不到 就这样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他们一起愉快地读完了小学 可在毕业晚会这天 男孩却受到了校长的鄙视 舞台上正在表演节目 而男孩没有憋住 放了个又臭又长的小屁 同学们四散而逃 校长生气 骂他是个只会放屁的废物 众目睽睽之下 男孩的自尊心碎了一地 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而小眼镜却非常愤怒 他说大人凭什么这样定一个小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短 为什么要故意羞辱他人呢 于是他为男孩发明了一件皮股 不管男孩放多少的皮 只要按下左手的按钮 就能压缩到小箱子里 有了这条裤子男孩十分开心 他终于不会再被别人嘲笑了